有网络的网络 我 monitor 再看看 嗯 诶 有啦 已经上线了吗 应该是 我 他应该会有点迪雷啊 我自己 看一下 诶 有啊 上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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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都来看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 有了 有了 就说开场白吧 这次由壮国你来吧 我们之前在想 我们这次的这个 南洋大师系列 能顺利播出 然后得到 相当多的那个 回想 然后相当多的回馈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之前是有 有搞了一次分享会 那次是 也是有状况白出 最后自为自己 亲自上阵 后来我们又录了一个 然后想 诶 可不可以搞一个 我们两个人 又 live 同时出现 这是奇异啦 奇异的就是 这么多的回想 我们趁着这个 南洋大师的那个温度 还相当的热的时候 可能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一次 听到了什么 学到了什么 然后从这里面 然后我们的 往前的路 还要再怎么走 志瑞 谢谢 谢谢壮国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能够 在这个整个 南洋大师系列 播完之后 再次跟大家见面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个人 愿意过我们见面 但我想 大家如果看了 南洋大师 有一点感动的话 或许也可以听听 我们谈一谈 做整个系列 那个内心 其实更大的一个感动 那当然 拍摄的时候 是充满了这样子的崇敬 充满了这样子的一种 景仰的一种心态 播了之后呢 我们所说到的一些反响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是很大的一个鼓舞 想要趁着今天这个晚上 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谢谢 然后当然也要很虚心地说 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学会了很多东西 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非常坦诚地 真诚地指出 我们其中一些疏漏 我们都一一感谢 真的 我们希望 如果有更多的资源 更多的朋友 帮我们的话 当然会做得更好 那当然这个不是 要推卸责任 我们其实自己也应该把它做得更好 希望也会有这样子的机会 再做的话 我们肯定会更加小心 应该这么说 对对对 所以我看这次 这次我们的集 我们提出做的时候 我们要跟大家讲 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我们刚刚推出的时候 有人想好像你的故事 是好像都 都不是 就同一个套路出招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其实我们的是 旧地取材 有什么料煮什么菜 然后野花样百出 所以看下来 结果反馈是 还不错 可能就是 那个故事有一个温度 那个人情有在里面 然后用的语言 这些都是当事人 很自然的真情流入的 像我们的述说 说他的家人 或者他老师 或者写者 有亲身参与 好像这些展览这些 所以整个节目的 给人家的感觉 我们所受到的回馈 就是非常的温馨 然后故事性也相当的强 然后在集市中呢 又加入了很多这个 好像画家的 他们的人生经验 然后他们的绘画严肃 这个就是 我觉得可能 我们之前也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想把故事说好 然后通过各个阶层 不同观众的回馈 有没有发现 其实我们的故事 他们是说 还蛮可以看 其实我们 我们不希望是个 老王卖瓜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觉得 要卖的 其实是我们的受访人 刚才壮哥所说的 是受访人的故事 我们就是尽力 把他们的故事呈现出来 我所做的是 是当场临场 在跟他谈话的时候 让他以最自然的方式 最真诚的方式 把他跟这位大师 很亲密的一个交往的过程 尝试把它说出来 那么壮哥更辛苦了 他是幕后制作 所有的东西 他必须剪辑 他必须 在这么长的一个访谈中 找出最精彩的几个部分 然后把它接起来 这个我觉得其实都是很困难 这个都是归功于壮国的 太可惜了 这个我觉得 那个节奏真的是 有时候要看很多片 然后要怎么样把这个故事串起来 真的是 也是蛮考功夫的 然后昨天我们上那个958 现在林芝 主持人林芝问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 之前做了什么准备 挑战什么 其实我跟他 我跟他讲 惭愧了 其实我们这是自由式的 完全是没有彩排的 第一次完全没有彩排 这是现场 智慧进去 然后我们就说 大概大概 从这里走到那里 走位 然后智慧就自由发挥了 所以你要看 这个主持功力 这是我是对智慧佩服的 无敌投敌 就是信口再来 然后就信手渣男 然后就直接讲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的那个节目 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有一个主持人 而主持人又能够带出 然后可能总结一些评论 这些 所以 我有时候在想说 之前我还是担心说 好像我们这样的节目 30分钟会不会太长 我在剪的时候 我都有点担心 30分钟会不会太长 可是有时候 故事精彩的时候 人家问 为什么这样快就结束了 我的酒还没有喝完 我要想叫外卖 其实我们 好多朋友跟我们讲 是不是可以再长一点 其实我们当初 申请这个项目 跟义理会申请的时候 我们只说是 不会超过15分钟 我甚至跟壮哥讲 不要超过10分钟 结果后来 剪辑之后 至少都是20分钟 甚至到30多分钟以上的 真的是因为故事 变得越来越丰富跟精彩 最主要是我们邀请的人 他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说 那我们觉得如果不把它保留下来的话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觉得可能有时候 这个东西 一眼巧合也好 就是 这个在这个机会点上 在这个结果点上 我们能够有家属的参与 这个可能也就是我们 一世人可能就这么一次 因为很多这个年龄也是蛮高的 然后 这个疫情嘛 我也是没什么事情 特别的事情要做嘛 所以就是可能就专注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 结果就是越点越长 这时这个家属的参与 而且最主要我们还有就是在故居现场拍摄 那整个气场突然间对了 感觉上大家都很想说 而且感觉上好像 这个当年大师就在这张桌子上面画画 你就一打开那画夹子 立刻就没有停了 而且大家看着 那个独物私人嘛 他把他这个大师之前 生前的一些遗物拿出来 这是他的这个笔漏 这是他的那个什么笔席 这是他的相机 立刻你就进入到状况 立刻就可以很多东西可以 而且有画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难得的 其实有些好像 好像你们看到背后这张照片 这个是我各天 各几天才回去再拍的 那天 太多东西了 我是有点 英文讲overworld 就是拍到有点头疼脑脑 好像切了很多东西 那天有些东西没有拍清楚 所以这个好像这张照片 之旅很喜欢的这张照片 我是后来特地回去 再约了那个陈金星先生 后来再回去 也拍了一个上午吧 拍了几个小时 就是摆拍那些 他的那些文具也好 那些文房世宝的一些导物 然后所以可能 他说我一直觉得说 机会难得 然后可以不会把它做得比较好一点 所以可能好像 另外一个我们发现就是 每一集的故事下来 给人家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好像第一集嘛 陈忠律先生 我们就有看到一些回馈 就是好像这个长河书局 以前长河书局的老板 林二赫先生他就说 我在华中读书的时候 陈忠律先生是我的美术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其实类似的留言或者是回馈 我们有看到几个 至如可能可以分享一下 类似这样的 这是第一集嘛 陈忠律先生的 就讲老师对他们冥想很大 而且很怀念那个老师 这是一个 后来有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 哦原来当年陈忠律先生 有开过古董店 而且他对这个陶瓷什么等等 都蛮喜欢 还有收集 现在还留在他儿子的家嘛 两个儿子的家都有 然后这个朋友是陶瓷协会的 有人说有机会跟他们谈一谈 你看这一段就接上了 类似这样 对所以每一集 就好像陈忠律先生这一集 还有一个我看到一个留言说 这个陈忠律先生是他爸爸的老师 所以他称陈忠律先生为师公 师公 所以当年是他爸爸有跟陈忠律先生 学画画 这个也是非常感动的 就是蛮特别的 然后当然我们也收到 收到那个家属的回馈 家属回馈不止一次 就是说他们很 这个 他们说是一个完美的拍摄 哇这让我们很感动 而且那些家属有一些还是有受英文教育的 用英文来给我们表达他们的那个 也特别是有英文 刚才讲的英文字幕 他们也可以参与 给看 那个英文字幕是做到差不多吐血了 可是就是 我觉得有真的是有帮到一些就是受英文教育的观众 他们也是看得津津有味 就是我们的媒介是华语嘛 因为就是我们认为 能那一个时代表达那个时代 最舒服也是最能够把那个感情带出来的一个语言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语言的媒介是对的 可能现在有些人可能不大敢做的时候 你做华语的观众啊 这些年轻的这些 可能因为我们可是我们有英文字幕的辅助 然后发现其实讲话给观众 他们的数字其实是非常蛮好的 对于这样我们这样一个这个比较特别的文化性的节目 他的反馈其实是粗乎我们意料之外 就是好的节目 你用华语 只要把那个故事说对了 还是有很大的支持 那讲第二个节目是钟思斌先生 钟思斌先生的那个也刚好非常巧 我觉得就是在这段时间 那个迪金益社也在这个 那边也办了一个钟思斌的这个水墨画展 后来我们播了那个节目之后的第二天 我忍不住还跑去再去看那个画展 因为感触很多 去看的时候 那个画展的那个主办人 就是哨兵嘛 我们上我们节目的哨兵兄 他就告诉我 哇真的有人好些人呢 看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第二天就去了那个画展 而且是我们他是昨天晚上看的节目 今天决定来看这个钟思斌的这个画展 哨兵那一集 就讲那个钟思斌的 我每次跟志瑞讲 每减一次我都学到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对这样的一个画家钟思斌先生 钟思斌先生其实还有很多故事在后面 我们有访问那个红雅帝的那个 就是这个画家红雅帝 他是文化奖得主 他这几天还有在那个什么打一个广告 他在 他在好望角也办了他的那个展览 帮他打一下广告 因为他是那个钟思斌的学生 跟我们谈了很多 跟钟思斌怎么教他们 那他自己是非常好的一个画家 现在刚好在办展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好望角看 对大家应该好好去看一下 钟思斌的高图 高图 能有这样的成就 可以见得那老师的功力 所以我们之后还有很多资料 所以我本来是说要帮他把这段剪出来 可是这几天真的是忙下来 其实这样只是上上网 这样把东西upload上去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碰到很多状况 每天也是搞到七万八万 我觉得钟思斌那一集 他的教育性是非常高的 你要了解钟思斌 你一定要看这一集 这是我的那个想法 果然出来之后 那个观众反应就是 哇 钟思斌是这样的一号人物 我的妹妹看了之后 我就是说 哇这个 还有我的朋友 我的好朋友 这些看了之后就是说 这一集就是对话有兴趣的 大概知道钟思斌 这一个人的存在 对钟思斌的话 有一点看过 然后可是 不了解他的 里面的一些 这个门道的话 看这一集 就对了 因为他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资讯 很多关于钟思斌的料 要给你知道 甚至 今天 智利跟我分享了一则 非常令人振奋的一个信息 智利 你来讲一下 没有就是 有教师 担任教师的朋友 在传一些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因为我们 好像是现在 中医的那个课本里头 有刚好有钟思斌的那幅画 那幅画 其实就出现在我们 这个50块钱的 这个背面 钟思斌的话 所以有 有教师朋友就传 然后决定 就跟其他的老师说 哎呀 如果你要希望 让学生更多 更了解这个画家的话 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南康大师 我就看了哇 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 要进入到教室里面去了 哈哈 变成教材了 是不是 我就跟这个开玩笑 可能下次跟教育申请也拨款 我们的东西变成教材 OK 好 现在我们再再往下 往下看 就是 潘寿第三集是潘寿 潘寿所受到的回响 是 应该是最大的吧 最大最大 我这样在YouTube的view 已经差不多接近两千了 这个是我们可能 做梦都不敢想了吧 对不对 我不懂是他看了多久 不过至少那个 基本的view是大概 接近两千 而且才几天了 所以 而且我发现 因为可能都这些都是 因为南大声嘛 因为 在那集我们是 有讲到关于 第一开场嘛 开场就是 南大的画面 我有看到一些 在在在那个 Facebook的一些 评论说 诶 那个门 那个牌坊 是原来的牌坊 还是后来找的 我现在跟大家 报告一下 那个是原来的 那个是 现在不在南大的校园范围里面 我们是特地去拍那个 没有那个 这一集就不完整 是的 所以因为当然 潘瘦这个人物太过精彩了 他一生人都很精彩 所以我们只能够 把他一部分的故事说出来 当然也有朋友说 你前面都在讲话 都在讲艺术 你潘瘦这一集 好像跑去讲 这个跟这个 这个跟这个爱国啊 教育啊 好像跟艺术就好像有一点脱离了 但我想我们 我们的回应是 其实这个是一部分 我们还有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们也去访问了这个新加坡这个书法家协会的副会长 何玉峰老师 他也很有趣 他曾经担任过潘瘦先生的司机 有很多很亲身的这个接触 所以他的故事也很精彩 但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放下去的话 我看一定超过一个小时 那我们觉得说 其实潘瘦为什么他最后他的书法 跟他后来的诗词会这么精彩 他如果没有前面的那段经历的话 他没有这个爱国的那样子的一种 带领了这个慰劳团啊 一些举措 还有参与教育南大的这一块的话 他后面的那个那个艺术的部分 就不会这么精彩 我觉得那个 对 一定要先讲这个部分 好 对对对 我觉得潘瘦那一集是有点特别 因为我在跟志律讨论这个东西 有时候我说 这个潘瘦 你从他的人生看 他真的是有分为书法之情 书法虽然是他的一大块 可是他在书法 就是他年轻的时候 还有这些爱国的事迹啦 然后还有一些好像他在成立南大所扮演的角色 这些种种 如果我们不能 没有把他这一个方面的东西带出来的话 那对潘瘦整个描述是不完整 而且那个部分也是有时候人家都忘记了 潘瘦是一个大诗人 你看那诗 所以这次我们就很多东西 我们就是言文 用言文来 就是呈现 就是志律在那里念整首诗给大家听 或者是用潘瘦的研画 或者是在那个 在那个纪念碑那里 志律是从头到尾把那整个 那个 怎么样 因为可能 对年轻的一代 就已经忘记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可是我觉得文字 是可以感动人的 尤其是好像潘瘦的文字 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再重新整理 再重新以一个比较新的方法呈现的话 这样的东西可能就是 埋没在这种历史的长篇之中 是太过可惜的 所以我们要记得说 有这样的一位人物 曾经在新加坡历史上 留下一个非常 这个 他的辉煌的一生 这个是我们不能够忘记的 当然还有南大 南大那一段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个受到的回想也是很大的 是 有文友就这么写说 切入到收尾很准确 节奏拿捏也好 确实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也真的是花一点心思 要想要怎么讲 因为这东西就是要点到 一定要讲出来 但是 回想 大家的联想是什么 大家就 就让观众 又要有这样子的空间 让观众去想 对 我觉得是用潘寿的 言文来 诉说整个故事 是比较能够 比较能够 综合性的去呈现 那个眼貌 而不带 不带我们的那个 好像我们的感情 或者是 不带我们的看法在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希望 大家自己用心去感受 就能够感受得到 那下一集 催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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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大地是神来之比的 我跟自律讲神来之比的 因为我们后来 在我们那个 出去之后 这个 甚至还没有播到的时候 我看已经受到回馈 说 你们选催大地 是一个 很 对的一个 一个选择了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为什么 他们用英文讲说 不要 always get the usual suspect 就是不要 通常都是拍那几位 就是人家已经熟知的那些人物 好像 催大地是一个 有名 不过 不是被 很多这个 文字 或者是影像描述的一个 一个人 所以 你们那四位 四大天王大家都 比较熟悉 我胖部已经称为天王了 那潘硕先生 当然也是大家都熟知的 就是崔大地先生 很多人 比较不熟悉 甚至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们选他 然后其实他背后 有非常精彩的故事 他影响了 好多 这个学书法的人 包括从华语出来的 包括我们 访问的这个 杨昌泰先生 后来就 我记得那天晚上 是礼拜天 我记得 结果那天 本来是有其他的一个直播的 就我知道是马来西亚的一个 吴恒华 他们本来也有 一个上课 在那个时段 他们就说那天停课 因为要看我们直播 我觉得 哇 这个真的是 他们当然也是一个 很关心书法 而且书法的一个协会 所以他们 这么做他们的大度 他们的那个 这个包容 甚至他们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 其实给我们蛮大的一个服务 对 我觉得 好像我们 这个 挑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人物来 来 来 来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然后 然后我们所受到伴奏 就是 你把那个 就是翠大地的 那个 带出来 当然我们还有不完整的地方 好像说 他的那个 甲骨文方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能再更深入的 挖掘一下 不过 所受到的那个回馈 就是 有些人就说 哇 某某人其实是他的协生 所以 翠大地协生 因为他一生都在教书房 协生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我都收到好几个朋友的回馈 他认识 就是认识 某某人 然后 他是 这个 翠先生的 学生 然后 都有 都有 介绍推荐 所以看了之后 觉得 那个故事的呈现是 是相当的不错 所以这个 我觉得是蛮值得 蛮值得 还有当年 本来是华裔的学生 他告诉我 哎呀 我现在才知道翠大地协生这么好 当年我为什么没有去上书法课 某某 所以 所以 我觉得从 可能这样的一个缘由 所以可能 就造成说 会有一些 这个 人士就觉得 我们拍的那个角度还不错 就是我们选材 然后就推荐说 要不要再拍多一些 类似就是 比较不为人知的 一些 画家 故事 然后愿意提供我们资料 这些 所以 他们好像 名字都给了我们 说这些人都应该要拍 确实 你上网找 你这些人 你找不到他们的一些讯息 就非常少 我们 当然希望有更多的资源 这个 而且要时间 因为拍下来这一年 确实不简单 你要做很多很多 额外的自己的 当然是主要 我们有这个热情 那使命 我们也谈过这个 那天 那有讲说 有人说那是一种使命 我觉得开始 我们完全是一个兴趣 至于 它后来 是不是变成使命 我觉得先不要把它 想那么崇高 应该是说 先 而且我们很感兴趣 有心想把它拍好 是一种致敬也好 那 我们就把它做好 能够做什么 就先做什么 我看另外一方面就是 你要把精彩的故事带出来 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有数字的那个中文的 本地的中文的这样的 一个资讯的节目也好 或者是人物的节目也好 感觉上是越来越少 就是我们不是在电视上 看到就是 美食节目 一般就是艺人的访问 就是大概 这两个类型应该是最多的 可是 可能这个艺术 或者人物性的节目 都是小众 可是 我做到回馈就是 其实精彩的故事 然后有深度的那个 这个 呃 呃 一个呈现的方式 其实还是会有人要看 而且也不少人 不少人想要看 因为它是一个 它除了故事精彩 它还有深厚的那个教育意义 这点我稍微想要补充一下 其实 呃 从很多人给我们的反馈 包括对我们的指证 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新加坡 还是有很多人对这方面是感兴趣 而且是有真的有研究的 都比我们 呃这个深刻 认识的比我们多 很多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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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不知道 大家可能觉得说 啊 就就没有站出来 去做这件事情 我以前可能也会觉得 哎呀不要了 那可能我自己还懂得不够多 或者是说 不要还有懂得比我更多的人 这肯定永远会是有的 我觉得这一点 而也有朋友说 那是不是要 那是不是要更加爱惜自己的羽毛 你都还没有在 那个 就不要太快的 太快的出来 那可是 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虽然不完美 它还有一些很多疏漏 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 那就是 就是空白了 你如果没有办法再等 那个比你更厉害的那个人出来 一定还是 太多了 那我想说 我们有这个兴趣 有这样子的热情 呃 就即便它不完美 即便它有错误 但是 但是 我们可以打 我们可以是个抛砖 我觉得至少 我们是个抛砖 那如果有人看到 你愿意出来 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在未来 或者我们自己愿意拍 我们隐喻 抛砖隐喻之后 我想这也是一个 非常难得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想我们不应该就是 我至少我自己 或者我跟壮国 我们知道自己可能都不是科班 我不是念美术的嘛 壮国其实本来也不是一个摄影师 真正意义上的摄影师 我们都有自己的 各自的其他方面的一个工作跟专场 不是在这里 然而 这个变成是我们真正的兴趣 在我们认识的过程当中 我跟壮国一起去看展 一起干嘛 这是我们真正的兴趣 那 那能够跟一个 自从道合的朋友一起做一件很感兴趣的事情 我觉得 那为什么不要呢 而且 这件事情 长远来讲 是有它 至少是有一个抛砖的一个意义 我觉得高手在民间 你没有把这个东西拍出来 你不知道外面还有多少高手 然后 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花了一点时间 然后呈现了这样 一个六集的一个东西 然后发现 人家的注意力就看过来了 然后 也说 你们有这样的一个 祈祷也好 因为通过我们的Facebook 通过我们的节目自助 变成是一个祈祷 你要花时间去拍这个也不容易 可是 很多人有很多资料 很多故事要跟你分享 然后 那些资料就出了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可能是通过我们这六集 展现一下我们的诚意 也希望说 可能人家看到说 我们这两个人也不是在那边 怎样讲啊 是能够 拿出一点诚意来真正的做一点事情 可能以后我们如果真的要再拍 任何的集 或者是 做哪一些的一个 这个 计划的时候 可能 希望是在资源上 或者是在人力上 之类的 我就有受到 我在那个 教育中心上课 有些以前 上课过的老师看了之后 说 如果你需要人家来帮忙 拍什么东西 可以找我朋友也是说 可以来帮忙啊 这些 我是蛮感动的 就是 真的 我们当初 都没跟大家说 我们当初的唯一 唯二的帮手 就是壮国的儿子 还有我的女儿 两个 帮我们 在那边拿麦 拿那个 打灯开关啊 什么等等 拿水啊 因为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 对 我们之前 这个东西 也不是说不要去叫朋友 你要想在这个期间拍的东西 就是 找 找苦来收 因为 这个疫情期间 拍摄 所以你会看到 我有剪一些画面 我戴着口罩在那边拍 拍东西的那个画面 很惊奇 不是说我要出现 因为是要有一些VRO 没办法 只好用了 因为这真的是很辛苦 人数不能太多 不要乱就是群聚了嘛 要不然就是有时候 他在收紧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能出去拍摄 所以这东西 拖拖拉拉 跟那个 这个 医理会 就是 这个 交涉一下 然后请他们 允许我们延期了 他们也是 蛮 蛮帮忙的 就是 让我们一延再延 本来这个 这个整个计划 就二月 最迟二月底就要结束 我们现在是几月 我们五月 我们东西才上瘾 所以 这个 后来又有报馆的朋友 之类的 那边找到报馆帮忙 然后我们又把那个 再延后一个星期 所以我现在还在做报告 我觉得你们也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是 误打误撞 或者是 小人有小福也好 就是在这个时候刚好 你讲马来西亚也好 新加坡也好 我们都算是在一个 这个 封城或者半封城的 类似 类似 那样子的一种状态 所以反而 有人留在家里 反而 大家都在看 这个视频 反而是 对我们来讲 是一种 很大的鼓励 我们应该说 接下来 我补充一下 这个 我补充一下 我觉得 好像 我因为看到这个东西 他就说 他没有想到说 我去崔大帝 他说 想不到崔大帝先生 他的身世 竟然是这样子的坎坷 就是 那个 日本进创军的时候 他的老婆孩子 就挡在前面 把他就牺牲掉 然后给他 后来就 能够 就自身了 然后崔大帝先生 其实 他要消沉也是可以 对不对 老婆孩子都死了 你人生就这样 调整下去 可是他还在能艺术上 闯出一片大帝 就是想这个 然后 我觉得 我觉得 在这个疫情 这样辛苦的期间 我们这个东西 你都说 这什么 益中 上映 益中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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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没有讲清楚 好像 这个是 日本时期 他们就经历 他们的年代就经历了一个 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 然后都 因为逃难了 跑到南洋来了 然后 从 一个很未知的一个这样子 前途不明朗 跟我们目前的情况 我们其实都觉得是 好像很低气压 尤其在马来西亚 我们也是很担心 我是马来西亚人 看到每天看到的数字 我是心心胆跳 我很多朋友在那边 我家人在那边 然后 有很多朋友可能 就是 工作方面 可能 这个也不顺利 或者是 失去工作 担心家人 家人有 这个 可能有些人就生病了之类 所以 这样一个低气压的一个环境 如果我们的节目 在这个时间 能够陪伴大家 能够给大家 起到一些 这个 人生的鼓舞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有点 我们是意外 这个意料之外的一个 一个 一个收获吧 然后希望大家 撑住 这个 苦难总是会过去的 还是要 往前看 然后 积极地经营你的人生 就好像这些大事 他们从来没有被苦难打倒 那 有什么好啊 这个 最下集 哪一集 我说 第四集是刘抗 哦 刘抗 好 然后我讲了刘抗 刘抗 刘抗那集 我有 麻坡的朋友就在那边投诉 我说 刘抗 你不是有很多麻坡故事要讲吗 为什么在集里面都没有 那只好我下次开直播自己讲 我收集了很多 关于刘抗在麻坡故事 我特地 刘抗那个要release的时候 我也是写了一篇 为什么 做这集我特别激动 就是 我一个麻坡出来的人 然后 拍一个从麻坡出来的 大画家 然后 由他的儿子 也是在麻坡出师的刘泰格先生 来讲述他父亲的 这样的 故事 所以 我说我有点像在做梦 就是好像在梦境 完全 没有想到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听说 我们麻坡有一个大画家 名字叫努卡 当然还有成人豪 就是他的七九 后来我去看他的故事 精彩结论 精彩结论 不可以在这里讲 讲了之后 之类就不用下班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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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讲 我会早一天 然后开一个直播 然后我把资料整理好 我怕讲错 现在也不可以乱讲 以前随便讲都可以 现在不行了 这个要把资料正确 他有很多这个精彩故事 他都有讲在口识里面 我会 我会 整理一下 我觉得 特别是我们拍一张南洋大师 当然他跟新加坡的关系 非常密切 但是我觉得特别是有一些 跟马来西亚 特别是像麻坡这样的地方 这种 中国的情感 就非常非常容易 相处 完全 感觉上是 我们都在为我们的土地 包括新马整个 甚至新马一家亲 基本上我们都在为我们土地做一点什么 你说记录也好 为我们土地曾经出现过的这么精彩的人物 做一点记录 我觉得这就是 这个可能是 会让我们愿意付出自己更多的时间 其实我们的时间已经是不可以算了 我们的车费 时间 所花的那种后置 什么等等 全部不能够算了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 对这块土地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吧 我觉得那个 有人问说 刘康的麻坡住 刘康的麻坡住在五马路 这个只有 只有那个 才知道的 对 他在五马路 所以那个 他 这一集 这一集 关于刘康这一集 除了说 我们在那个 他的故机那边拍 整个那个氛围真的是 对这个特别有感觉的 他的那个氛围是 非常对的 我很喜欢那个地方 我进去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哇这个地方 真的是一个南洋 典型的南洋的一个设计 就是非常通风 然后采光也是非常好 然后非常的舒服 非常非常的舒服 整个布置非常典雅 然后 就是充满灵气的一个地方 然后拍那集 当然 这个刘泰格先生 我对他的整个 这个 他的访问里面讲的东西 我真的听了之后 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启发 就是他的父亲 怎样教育他 我觉得那个东西 任何做爸爸的人都要看 任何做爸爸的人都要看 所以 这里里面有什么感觉 对啊 他讲那一条 那个可以讲嘛 这个有啊 已经播了嘛 已经播了 我说 你的感觉是什么 那个 我们都是父亲的 所以当然 这个 他说每一个爸爸都应该这样 那个刘泰格这么说 就是爸爸 用一条绳子 牵着他 如果他 不做什么 坏事的话 就认他自由 如果他做了有一点点 雨举的事情 就把他拉一拉 轻轻拉一拉 我觉得说 他说做父亲 这样就对就可以了 就够了 对我们来讲 都是很大的一个歧视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育 这个子女的时候 都会遇到 大家各自都遇到 各自的问题 真的说这个绳子 这样的一个理论 真的可以 值得我们接见 所以说 我们这个集 我可能拍下来之后 那些 你是不是要讲话 不是只是讲艺术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 我觉得 这个跟我的想象里面 可能就比较 切合一点 就是 我在想说要拍的时候 我是尽量挖掘 好的故事 然后可以挖掘一些 能够比较有 有哲理的东西 那大师有什么人生的哲学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刘康奈杰 我觉得我感觉非常深刻 尤其是刘泰克先生 提到他父亲 对于好像理论的一个坚持 对于真功夫的一个 要很 的掌握 就是你要把这些东西做好 你一定要有真功夫 所以我在想现在的一个时代 就好像是一个网络速食的时代 每个人东西都要快 东西都是越简单越好 越快越好 然后就是这个真功夫 是不是人家忘记的 你要有一番成就 你还是要有真功夫的 然后你背后还是要一个好的理论医据 如果你不读书 如果你不把那个学问做仔细的 你的成就可能也只是很表面 所以做那集 我看了刘泰克先生的那个访谈之后 我感触非常深 我感触非常深 其实我们这六位书画家 完全都体现了那个基础的那个重要 理论的 理论性的那个重要 然后他们才能够创新 最后才走出他们自己的一个天地 他们为什么比别的书画家更加的精彩 就是他们的基础都已经很稳 之后如何再把它加入个人的情感 个人的这个眼界 真的是我记得其中一位哪一位了 中士兵讲回中士兵 就是有学生就问说 为什么中士兵可以不断的改变他自己 对不对 而且在每一种这个题材里面 都可以画得这么好 当然校兵兄他回应是说 奴隶加天分 他就这么讲 简单的说 奴隶加天分 就完全正确 那我就用我的回应是 首先 这个他是技高 技术很高 接下来 人胆大 技术要真的很够 接下来你的这个 的胆量就会大 当然也可能你的本性 性格也是一种很愿意开创 很容易冒险 这样子的一个人 所以技高 人胆大 我觉得这些 这六位都体现了这种 基础非常非常的牢固 之后才能够 创造出他们的一个天地 那 就跟下一位 邱文西先生 下一位是陈文西 我们最后一位就是陈文西 也确实也是这样子 他的国画的基础多好 之后他可以创造出 他属于他自己的 南洋的这个画分 我 我觉得陈文西那里 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就是 当那个 被 被访的人 施伟是吧 刘施伟 刘施伟先生 这个 他提到说 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 他是唯一一个在 这些大师里面 唯一一个自己开画 开画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一个 一个 一个现象 就是 他是 他会画 然后他也会做生意 所以 这是一个很 很精彩的一个 一个 一个故事 就是 他是一个大师 不过他也 他也经营 他也很会经营 经营他自己的画 这个 两间画廊 第二间画廊 他以他自己的名字 为画廊 让别人知道 这就是我陈文西的画廊 你要买 画来这里买 然后来买的时候 还当场在那边示范 当场你喜欢这张 你还可以 立刻就买这一张 等等 所以他其实对于自己 走向这个市场 完全是没有可合的 而且 这个当然对他的推广 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他 所以跟 所以我们就 因为听了很多故事 所以我们就想 哇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个大师 这个第一代的那个 先驱画家之中 哇 最会经营的就是 陈文西 他又开画廊 所以他自己的画很会卖 然后我们很惊讶 其实 那时候 这个可能我们在 集里面没有 并没有呈现出来 就是 我们听到陈中瑞的家属告诉我们 陈中瑞先生 其实 他的画是没有什么 没有卖的 没有卖到 他的画是没有不卖的 他就是画 不卖 如果拿去好像是参加这个议展 议卖是那种为了 为了做慈善 所以 然后就是 家属 在后来就是 Gener 好一大批画 给 给这个 我们在那里面 呈现的时候 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 50多幅 陈中瑞先生有讲 然后后来又在拍卖 另外一批 然后成立一个 这个 奖学金 所以那一段 我们特别记录下来 就是家属的 纪念他父亲的方式 不是把那些画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而是把他 卖了 成立一个基金 然后造福 以后的 后来的这些 学生 其实很多家属 其实他们 他们其实是可以把画卖掉的 可是 好像刘康先生的家属 也是把一批画 借给国家美术馆 你去国家美术馆看 都有好一些他们的画 是希望 我们的国家美术馆 能够更多的展示 他们的画 因为 好多都建议国家 刘康先生 甚至好像也把一些 以前还曾经把一些展览厅 命名为 比如说刘康展览厅 等等 我们真的很希望 包括家属也给我们反映 真的我们大家都很希望说 看到更多 我们这些先驱画家的画 能够更多的摆出来 让我们看到这四大天王 潘瘦 崔大帝 等等的字画 现在是有 但是我们 我们做这个功课的时候 还跑去特别好去看 还研究是哪几幅啊 什么等等 结果 确实 数量不多 但我们也很理解 你要 你要有不同的 这个画作 但是我想 我们做到这么重要的机会 真的应该占有更大的一个行为 对 我看 我们要回馈一下 这个 我看看 我们在live的时候 有好些人有一些评论 我可能就 就 就 跟大家share一下 看看有什么需要回答的 Nancy说 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谢谢 这个 这个真的是想感情 你拍一个东西 如果没有把感情带出来的话 然后我觉得这个 这个只是 好像你讲他的话 怎么样 那个是要 可能很专业的人才看 然后可是 一般人 我们还是要兼备的 就是 故事要能够 这个 就是 要有平衡 就是能够看到 大家都能够 跟 就是 比较要平衡 能够兼顾 兼顾 就是看故事的人 然后看门道的人 看专业的人 这位Nancy 其实就是 崔大帝先生的 这个 学生 他非常喜欢的 张丽兰女士 应该是吧 他 其实他自己 在分享 崔大帝先生的故事的时候 就充满感情 把老师的那个 在 多少年 50年前 还是 差不多50年吧 之前留下来的 老师批改的作业 那种全部是一些 折的很皱的纸 全部都保留下来 你想说以前 你最早学的时候 那些 字啊 什么等等啊 都写得非常 比较 比较 比较简单粗糙嘛 可是 张丽兰女士完全保留下来 到今天 很自豪的摊开 打给我们看 然后跟我们说 你看老师 当年这么认真地批改 他的这样子的一个 书法的作业 我很感动的 你看到 这些 经过了岁月的 这个洗涤之后 留下来的 其实就是 他所说的 真感情 然后我看到 这个有一位 观看我们的节目 David Ong 他说 若有下一个系列 可考虑 叶智卫老师的 作品跟生品 这个我们也是看到很多 很多 他说 他说 应该要feature 那个 叶智卫 叶智卫 再看看 还有一位 我的 在马来西亚的同学 静杰 静杰 静杰是在麻坡做校长 他说 看到 我做 这个 有毅力 跟完成这个 静杰谢谢你 太过奖了 毅力跟破力 完成使命 没有什么使命 拍拍 然后就变成这样子 静杰谢谢 David Ong 又在post了一个说 需要录影 剪辑帮忙 愿意带牢 哇求之不得 很感谢很感谢 如果我们再有开拍下集的话 然后 还有很多观看的人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讲那个麻坡老师 我姐姐问的问题 我已经跟他讲了 他是住在乌马路 哇 我这位 David Wheely说 我有的出国念美术 是 陈宗瑞先生的家属的 慷慨奖学金捐献的 就是他拿到了 陈宗瑞先生 他们的艺术奖学金 所以出国去念美术 你看真的是一种 造福 护带 这样子 我们真的很感谢 很高兴看到这位 David 来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我相信 陈宗瑞 陈宗瑞先生的后人 也应该非常非常骄傲 跟自豪的 对 像这样的一个奖学金 好像说 提携后劲 这些 就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 上一代人 他们的努力耕耘 然后回馈社会 我觉得在这个集里面 呈现很多的 不只是说在艺术方面 这个我在 在 其他的分享也是有提到 我在这里再重复一下 就是说 怎样 这个 这些大师的为人 为人处事 他怎样对待他的家人 好像陈宗瑞先生 有很精彩的故事 他能制作 所以 能够 学画 是因为 有他太太的支持 他太太 本来是跟他一起学画的 然后 因为陈宗瑞家里不支持他 所以他太太 休学 然后回去 这个山头 回去承海那里 教书 然后 供他的先生 去学画 这个 这种情操 我帮你先 这个 还不止 后来 他们在新加坡 陈宗瑞先生 就是 监讨好多不同学校的 教职 就是教画 他的太太 就在家里照顾他的 子女 而且陈宗瑞回到家里 他太太就不让他的孩子 去打扰他父亲 让他尽量给他时间 去画画 可以在里面 你就在里面画 那种牺牲 那种情操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很感人 刘康先生的那个太太也是 其实我读那个 我看那个 刘康的回忆录 这个时候我再分享更多 我现在在特里透露一点 刘康先生的太太也是一个 非常杰出的女性 这个 他跟他太太认识 是很早的事情 是因为 主要是陈仁浩 因为刘康到中国去 去学画 学画 然后就认识了陈仁浩 陈仁浩是他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回去陈仁浩 有个假期嘛 就回去陈仁浩的那个 故乡 就是在福建那一带 然后去到那里就 就就就认识了陈仁浩的妹妹 陈仁冰 就这样就是 后来就 陈仁浩就就就就就就 嫁给了刘康先生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漫长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办理 那时候那时候没有记错 我到时候再会詳細跟大家讲 那时候没有记错 刘康只是18岁 然后陈仁浩当时更年轻 所以那样的一段感情 能够经历的一个 几个几个世纪的一个历程 我在刘康的家里看到很多幅刘康画 他太太的那个肖像 真的是 其实在刘康的家 他的大门的那个铁闸 上面就有着刘康 他是设计出来的刘康的字形 旁边就是人兵 然后他们家里面的那个窗框 也是有这样子的图案 刘康 人兵 基本上他们就是永远在一起 对 所以你看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所以有些人跟我反映出 这样的故事蛮打动人的 半小时看起来够一下子就完了 而且里面他的感情 我真的是非常珍惜的 就是好像刘康跟他的太太的感情 或者是陈仲瑞先生跟他太太的感情 其实还有更多更多的家属分享 因为蝙蝠有限 我是没有办法见出来 可能以后有机会 我再来跟他处理一下 然后再慢慢的剪一些 好像后续片 后续片吧 然后把一些资讯传给大家 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 可以知道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他们的高度 不只是在表现在艺术方面 他们的高度 其实是表现在他们的为人主事 我们本来说今天晚上要讲个十五分钟半小时的 没有想到竟然要快一个小时了 确实很多东西可以说 在整个过程当中 从这一年下来收获非常的丰富 对于人文的这种资样 确实 当然对美术的这种资讯 跟眼界的提高更是不在话下 我们看到很多人没有见过的这种私藏的字画 我觉得对于我这个很喜欢美术的人来讲 自己也画画写字的 那个滋养真的是太丰富了 所以过去几天我在脸书上面有时候会po说 我看了这些画写回家 受不了了 太激动了 就想说我要尝试去临摹 或者是异理 尝试去学习那样子的风格 都画了好多这一年下来 所以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有人说感谢两位老师辛苦付出 RIN提出这个 所以OK啦 还好咯 我们怎么样 顶住了 把这个东西做完 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 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 这个 这几天说的回馈真的是太多了 就手机还有电脑上面都回馈 我想我们都一直处在相当亢奋的这样子的状态当中 我真的要回归成绩 我就是说我回归成绩 然后要回到日课 每天要回到比较成绩的这样子的状态 因为这些大师他们后来 为什么真的能够成为大师 真的是经过长时间的这种锻炼 耐得住寂寞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向他们学习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家人的支持 然后还有他们努力不懈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你不要单单只是限制你在说 好像这些大师们 他们不是说 我讲了 分享了好几次 他们不单只是画画画得好 其实他们书也读得多 然后他们在做人各方面 其实也是有非常精彩的一个人生 所以不要限制你自己 也不要只是把狭隘的就是 看你眼前的一个东西 还是要持平 然后把眼界放的宽一点 然后把自己再努力一点的去经营 更充实的提升自己 然后这样子 你的那个人生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精彩 你刚刚讲到家人 这些艺术家的家人 我觉得真的是这些大师的这种风范 其实也感染完全的是感染 而且甚至可能是在他的家人身上体现出来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而且我们跟他们的关系都变得蛮好的 虽然只拍过几次 后来我们还有回去他们 他们那边跟他们谈话聊天 他们把家里的那些种的一些植物啊 什么水果啊 跟我们分享啊 还有他们家里以前从来不给别人看的一些收藏啊 精品啊 来给我们看 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这个 其实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跟他们成为蛮好的朋友 而且这个 后来还有后续 我们接下来要去 刘康宇小女儿的家 真的这些都是 我真意外的收获啊 真的是 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有人问 说我们两个人做这样的东西 是 是 就怎么样 能够就是 怎么能够找到这样多的人来 就是 让我们拍 或者是怎么样能打动家属 因为你知道在新加坡啊 你说要上镜嘛 这个东西要公开播出 不是说每个人都烟语的 然后 因为一般的人都是 摄像 如果你去问那些电视台的人 他们都会跟你讲 你在街上找到一个人访问 尤其讲华语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们在做的时候 真的是 林智昨天有问啊 那个家彪还是林智昨天有问 我也是有跟大家讲 其实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 根本不知道说要去找谁来访问 然后我就说 如果没有人讲的话 就叫智瑞 亲自上证嘛 就从头到尾讲到完就可以 为什么能够 得到他们的支持 我觉得很重要一个东西就是 你是不是诚心诚意的 去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我觉得家属也好啊 这些我们邀请的学者也好 都有感受到 我们做这件事情呢 是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 就是很真心诚意的想要把 一段这些大师们的精彩故事呢 呈现给后人吧 然后也做一个记录 让他们的事迹呢 能更广为人质 如果大家能够 在这个里面 学到一些东西 或者是看到一些有趣的故事 那真的是我们最大的收获 我又看到一个 这个Jeffrey Key 他说 南洋大师专辑推出的初心 非常值得赞赏 精神可嘉 如果加入大师的家庭教育背景 大师不同时期的风格变法 表现南洋大师的风范更有特色 这个 这个后来我们 我觉得 这个非常完整的这样子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 未来希望能够 把更多的这样子的内容加进去 当然 要更多的资源 需要更多的资源 所以下次我们可能 我们要做什么计划 我可能会静静的做 我们可能会说 我们会 需要更多的帮忙 可能需要更多的人手 可能需要更多的资金 搞不好要搞什么重抽之类的 所以到时候 不用大家的支持 这个真的是 不是简单的 做第一集可能是 玩票玩票 可能这样丢下去 那个时间精神 我们的第一集就是玩票 也不是玩票 应该就是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十分南洋 好 又再讲一下 回顾一下历史 没有说过 在南洋大师专辑没有讲过 回顾就是在两年前 2019年5月3号那天 那天是陈文熙 故居展的最后一天 那刚好我跟壮伯就约了 要去看展览 看展览的时候 就哇 大为这个惊为天人 而且就太精彩了 在那个地方 充满了这个大师的气场 陈文熙的这个故居 因为那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 展览之后 这个故居就要地主 就是要卖给另外一个人 他那个人 确定将把整个故居拆掉 也是要重建 因为他故居才一层楼 他那个快递很大 人家肯定是建一个豪宅了 所以 我们就说不行不行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 当下那个地方 拍下来 记录下来 刚好壮国车上 就有那些器材 立刻就想办法 用手机 用小架 就这样拍了 而且很感谢 得到那个主办人的同意 我们当场就 就访问人 就访问那个屋主 访问那个藏家 立刻就做了一个 第一集就这样子来的 为什么我们会过来做这个十分那样 也就是因为那天 给我们冲击太大 对 那天看到 因为我对故居 我是一个很喜欢历史的人 为什么会拍这种东西 因为我这个人 我是喜欢看历史 我从小是 对历史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所以 我觉得在新加坡 可能 人们对历史的感觉 可能现在可能比较好一点 就是以前对历史的感觉就是 拆 不好就拆掉 然后就 也没有说很重视历史 历史 不只是说 写什么国家大事 写 发生了什么 战争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建国的道路上 发生了怎么样的一个建设 我觉得历史 是 就是在民间 就是在你我身边 民间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一个历史 所以这个历史 就像这样的一个历史 就是能够最能够体现 一个社会的一个面貌 可是 这样的一个记录 可能就是因为 以前都是通过文字 通过文字 口述历史 你知道口述历史里面 洋洋沙沙 陈文西一个人 只有两本书 刘康一个 我是看了好几 几乎一两个星期 才把它看完 有多少人会去 坐在那里 这样仔细的看去玩 所以 那时候 在那个当下 就是讲了 这样的一个 就是 故居又要被 遗守了 又要被 可能拆除的命运之类的 然后就想 把它拍下来 也没有想说要做什么 拍后 我就跟志瑞讲 素材太多了 怎么办 然后又丢掉又可惜了 只是我们两个看又没有意思 然后我就想要搞一个网站 反正就叫他想一个什么名字 这个字类比较熟 他就想想我们这边是南洋 然后就出了这个十分南洋的网站 我是非常喜欢 我觉得我们就是南洋的人 而且南洋 因为我们想南洋就不极限 你说只是新加坡 因为以前你看 其实这些画家也好 这些 艺术家也好 他们都在新马 留下很多足迹 崔大帝先生 在槟城 在医保都待过 他很多 这个 写的招牌 这些都有留在这些地方 潘寿武在麻布 中画当过校长 这个刘康更不用说了 刘康更不用说 陈宗瑞先生也在槟城教过书 所以他的这个大儿子 为什么叫陈威里 因为他时候是在 就是槟城的那个对面 那个 那个地方 出事 所以你看 就是好像我这样 从马来西亚来到这里 就是这样的一个 联系这样的一个奄言 所以我发现其实 都有马来西亚朋友在看 所以我们这个非常贴切 我们这里 这样的一个南洋 这样的一个地方 本来都是 他的文化 他的 人民的来往都是一体的 所以他有很多故事 也是两边 都有共通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网页叫十分南洋 是啊 我们讲到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在看 我真的蛮意外 因为我们讲到后面 希望大家 未来继续支持 如果愿意帮助我们的话 你可以 私讯我们 告诉我们说 你愿意 未来我们就可以找您 一起来帮忙 这样的东西做出来 然后 有点能见度 也是感谢报纸 大力帮我们宣传 像金写那篇真的是非常好 然后 还有 新鸣也是 然后 接下来要去 963 昨天就上958 林芝 家彪 还有另外一位 叫什么 林芝的一个主持人 对 另外一位 好久 这林芝 家彪的访问 虽然只有 短短的15分钟 不过 我们也谈的蛮多的 我昨天去看了 那个直播有3000个view 而且很多人一直说 哇我们上 电台 出名了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能够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 得到蛮多的人认同 我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 欣慰 然后 其实也是有点意外 因为之前 我们想可能就做了之后 把它推出来 有人家看 朋友啊 这些认识人看看 就OK 收工了 往后 再会做什么 很多人都期待 又不会出南洋大师第二集 然后 有很多 不同的画家 请大家去拍 这些 我觉得我们会 好好地再思考一下 因为 这一集做下来 这个 炎气也耗掉蛮多的 所以 现在 这个 疫情也是 还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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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能要再等一等 也 沉淀一下 沉淀一下 然后想一下 谢谢 吸收一下大家 给我们的那些很好的建议 就是 刚才你没有提到是 韦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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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基本上 都很谢谢他们 下一场 是在 963 6月18日早上 7点半 我们上963 聊一聊 继续聊一聊 6月18日 963 我们 会上节目 然后跟 主持人再聊一下 这个 关于这个 这个拍摄的吧 然后 已经讲很久了 哈哈 谢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 大家给我们的鼓励 就是 非常非常的感激 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 没有想到我们能够 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 没有想到说 我们做这样的事情 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以 认可 所以 我觉得 嗯 收获非常多 虽然是辛苦 不过 收获满满 很少看到壮国 这么感性的 这么感动的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 真的是 决了很多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自己决了很多 感受了很多 希望下一 下一段的南洋大师之旅 会走得更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陪我们的一个多小时 现在还有20多个人 在上线在看 非常难得 好 谢谢大家 这个十分南洋 我们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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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下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